比尔戈罗德号特种核潜艇 2012年,时任俄罗斯海军总司令弗拉基米尔·维索茨基上将宣布 俄罗斯北方造船厂将继续建造比尔戈罗德号 型号改为9852型,并将对该艇进行改装 使其能够搭载无人潜航器和深海作业潜艇 执行一系列特殊任务 这种无人潜航器可以在高纬度地区甚至在北极地区运行 能够下潜到6000米深处 凭借一系列传感器获取水下图像等信息 今年4月,俄罗斯军事政治分析家亚历山大·米哈伊洛夫向消息报 介绍了波塞东河鱼雷的攻击过程 首先,搭载波塞东河鱼雷的别尔戈罗德号和潜艇将其运送到投放地点 之后,波塞东河鱼雷下潜到水下一千米处 向目标海岸或水面舰艇目标运动 接着,波塞东河鱼雷加速到每小时200千米的速度 并在接近目标时上浮到水面附近引动